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着灭秦复仇的统一目标 秦以暴略取天下 其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屠戮山东六国军民太重秦军的斩首业绩中 绝大部分都是战俘与平民 秦军残暴无道 肃武信义 匡处怀王 烧楚国的先王陵 水灌大粮城 长平亭照族争等 长期忍受秦人的奴役与欺凌 东方六国恨秦国入固 不愿追随将羽灭秦复仇 而秦将族被坑 紫英被杀 宫氏被毁 陵墓被焚等等 其本质上 都是东方六国对秦人 长期积压仇恨的宣泄 其二 各诸侯将相已被封王 而有了自己的地盘 不愿意再为将羽卖命 当初各诸侯将相追随将羽 征战 并没有自己的地盘 故渴望以战功而分得地盘 而如今已被封王 有了自己的地盘 心愿已足 故不愿意再为他人 争夺天下而卖力 如九江王秦布 曾是项羽最为倚重的战将 但当其弟田荣起兵判处之后 项羽向秦布征兵 秦布却称兵不亡 只派了数千人相助项羽 燕王赃徒等更不必说 其三 各诸侯将相的地盘相对狭小 实力较若而自顾不暇 项羽一共分封了十八位诸侯王 分封过多 以致很多诸侯的地盘较小 实力较弱 且与当地雇王的矛盾较大 冲突不断 而自顾不暇 如齐帝田荣击败了齐王田都 又追杀了不肯听命的焦东王田氏 然后击杀吉北王田安 并亡三齐之地 而秦帝三分 也挡不住汉王刘邦 阴王司马养和南王申养的 更是毫无自首能力 更谈不上相助项羽了 参考史籍 史记 管子等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